這句咒嚴午後人妻 寂寞的人妻和帥哥人夫 高潮迭起的不倫戀劇情 讓眾多婆婆媽沉醉其中 久久無法自拔 而日本天團SMOP 就在節目中演成出惡搞短劇 之前咒嚴男主角哉藤宮還特別客傳 與牧村拓哉展開壁咚大對決 立馬在網路上造成轟動 而該劇組又推出新作者 此次飾演老師的牧村拓哉 與莉莉扣這位愛幻想外遇的家庭主婦 兩人因為小孩的關係 與警察局再次邂逅 理所當然的又啟動了莉莉扣妄想開關 欸 菁兒さん 如果 如果要離開的話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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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 菁兒さん 如果要離開的話 我 什麼事都聽不懂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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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寂寞的人氣幻想沒有極限 接下來又陷入幻想真訊式逼供情節 睡層層的牧村大聲化身刑警 絕招進出逼供女間諜 那莉莉扣又爽到抽搐了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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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你把所有人都吐くまで 痛振り続けるだけだよ 哪 008 是 是 你 是誰 雇われた女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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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ES 台北報道